台中市于丽娥女士 17年前养母中风卧病在床 随后养父哮喘 开始往返医院接受治疗 17年间 丽娥总是亲力轻微 同时照顾中风的养母 与带呼吸器的养父 从来没有抱怨过 她的子女在耳濡目染下 也跟她一样孝顺 相信孝涕会是这一家人 永远的传家宝 台中市陈补汉同学 单亲的补汉与母亲相依为命 但九年前 母亲遭逢车祸 导致下肢瘫痪而无法工作 补汉曾在作文部写着 希望月考第一名 拿奖学金三千元 当妈妈医药费 现在母亲行动不便 她每日照顾母亲生活起居 还能兼顾课业 在校成绩优异 身获失掌肯定 台中市邱阿玉女士 阿玉阿嬷现年七十八岁 仍照顾着超过百岁的妈妈 每天都精心烹调妈妈爱吃的食物 注重营养均衡 她最爱听母亲吹口琴 唱日语歌 一起散步谈心 十余年前 母亲跌倒行动不便 沐浴更衣都亲自照料 夜晚同睡至今不曾间断 生活淋漓赞扬 台南市李氏金线女士 从越南嫁来台湾后 面对接二连三的公婆中风 先生离癌 以及照料一双柚子 金线清晨四点 工作到晚上八点 以贴补家用 期间还需要返家六次 帮先生管灌喂食 同时照看一家老小 她说 照顾父母是子女的责任 只是做我该做的事 台南市刘宝全先生 为了照顾高龄双亲 宝全留在家乡 务农兼做杂工 平日细心照料 九十五岁父亲的生活起居 灌洗喂饭 母亲气凶住院 保全医院家里两边奔波 却甘之如頤 她说 以前父母对子女全心付出 现今自己也应回馈 双亲的养育之恩 台南市康云荣同学 云荣每天洗衣 煮饭 为的是帮父母亲分忧解劳 因母亲罹患糖尿病 双眼又几乎看不见 一周还要洗剩三次 加上父亲行动不便 客余 云荣都会陪母亲回诊 她未来希望当护理师 宣扬疾病预防的观念 以帮助更多人 免于生长之苦 高雄市叶文秀同学 文秀七八岁时 母亲就过世 父亲不在身边 由姑姑抚养长大 为了节省瓦斯费 放学回家第一件事 就是烧柴火 让家人洗热水澡 平日她帮忙姑姑分摊家务 并照顾瘫痪的侄子 一直是姑姑的好帮手 姑姑说 有文秀这个女儿 一切都值得了 高雄市林美红女士 美红夫妻 原本在市区经营眼镜店 十年前决定把多病的婆婆 接来郊区照顾 另外美红的母亲 阿兹海默症 渐区严重 夫妻俩也把她接来同住 美红同时照顾两位长者 从翻身 喂食 到洗澡 去年婆婆过世了 美红仍无微不至 细心照顾妈妈至今 高雄市郑中郁媚女士 郁媚每每回家 探望失智的妈妈 看到她两眼无神 不认的人 万般不舍 当下决定 留下来照顾母亲 郁媚除细心照顾外 每天都推着轮椅 带妈妈出门散心 让妈妈多跟外界接触 母亲情况渐渐改善 气色也变好 新竹县 邱淑贤女士 为了照顾多病的父母 和中风的弟弟 淑贤毅然决定 暂停清华大学研究所的学业 一人扛起看护家人的重担 举帆三餐 回诊 整理家务 都由她一手打理 淑贤感恩上天 给她一个特别的考验 让她能反补父母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下期见 起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